计算几岁的话 还要精确到年跟月都要算到的话 你可以用Dedif这个函数 不过Dedif有个缺点 就是插入函数里面 日期及时间里面 它并没有把它纳进来 可能会有一些专利的问题 然后它没有办法把这个Dedif搬到里面 变成你要手打的 那如果你打的时候 这别注意 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可能比较少用 所以常常会打错 那其实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说 它里面需要有三个参数 一定是三个 刮胡这个要自己打 那第一个参数一定是前面的日期 前面 比较前面的 因为有两个日期你看嘛 反正哪一个比较前面 那就这个吧 逗点 两个日期 第二个是后面的日期 逗点 第三个你要比什么 如果你要比两个相差几年的话 你就给Y 那这个Y 它会自动除了帮你判断年之外 它也会看一下有没有满 如果有满的话 它才会帮你多一年 如果没有满 它会帮你少一年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打勾之后 那各位可以算出来 那当然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八月十五到十月十二嘛 那基本上二十六年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十月把它改成八月 按个Enter 它会自动扣掉 有没有 变成二十五年 原因是因为它除了会算年之外 它会再算日月 再算日 也就是说一定要满八月十五 它才会多一年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Dedif会比较好用 那往下填满 其他的部分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M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如果要比几个月 几个月的话 我觉得Dedif这个非常好用 为什么 因为月份我刚刚讲过 有三十一天 三十天 二十八天 二十九天 那不同的月份的日期 它也会自动帮你去算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假设你将来要比较两个日期 相差几个月的话 那你可以利用那个Dedif里面的M 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一样它会去算说 你的月后面的日期 有没有满 十五号呢 基本上 这个是十二 所以还没满 假设你今天把十月十二号 改为十月十五 因为十五又满一个月了 所以Enter 后面的话呢 它会自动帮你多加一个月出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M 它还是会去看一下 那个日部分 那再来D D的话呢 实际上就相差几天 D OK Enter 那你会想说 九千五百五十四天 那刚刚有讲过嘛 用Dedif可不可以做出来 但是你想说 老师那我如果不要用Dedif呢 用刚刚的方法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刚刚讲过嘛 因为日期就是一个数字的模拟出来的数字 然后外面再加格式 所以你可以把什么 这个日期 减掉这个日期 好有没有 直接减嘛 这个日期减成打勾 但是它回来之后 回来之后自动帮你变成一个什么 九千五百五十 不过有的时候会 可能会是一个日期啦 减完之后 有的时候会 它会回来的 就给你一个日期 但没关系 你就把它再格式化一下 如果你有人就遇到是 回来的话 是一个日期 没关系 格式一下 它就会帮你 所以你会发现 Dedif 这个是直接算 哪一个简单呢 感觉好像似乎这个简单 所以以后如果你算日期 可以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减完 格式化一下 就搞定了 OK 比较麻烦是 这个跟这个 好 再来的话呢 底下还有这有三个 可能会稍微解释上面呢 有些同学可能 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好理解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 YM 那什么叫YM 实际上就是说呢 我不要去管 我不管什么呢 我不管年 所以这个年的部分 等于是把它盖掉 这个日期 8月15跟10月12 请问一下 相差什么呢 忽略年数 和天数的月 主要是回来是一个月 就是这两个日期 相差几个月 不管年哦 OK 那看起来应该是相差 一个月吧 OK打购一下 OK 有没有 相差一个月 8月15到10月12 你想说相差 因为10月12还没满嘛 所以如果你要两个月的话 你就是把它改成15 那比如说Enter 变两个月了 OK 那不过还有一种状况 如果说呢 那同样是月份 那如果说我今天打个1呢 不对啊 后面减前面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后面的日期比较小 前面的日期比较大的时候呢 它会把后面日期当成是下个年度的 OK下个年度哦 也就是8月15到下个年度的1月15 那请问相差几个月 OK 5个月 没错吧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YM部分呢 主要就是说 尤其像这边呢 因为我税已经算完了 那剩下什么 剩下月啊 OK 那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 那还有什么呢 YD跟上面很像 只是说我回来的不是月份 而是几天 所以呢 不管年8月15跟10月12 请问相差几天 那你可以怎样 YD就可以了 OK Enter 好 相差59天 应该懂的意思 如果说 把后面这个日期改小一点 那一样 就是下个年度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MD MD的话呢 就是忽略年跟月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假如说 我不管年 也不管月 不管年 也不管月 行李方要比这个日期 跟这个日期 相差几天 好 OK 那如果后面的日期 后面的日期比较小的话 他就是算下个月份的 那个12号 OK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我今天利用这样的方式算出来的话 那这边 MD 直接改MD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了 只是说这个铺层是为了要解决下面的问题 好 28天 也就是说 他这个15号 到下个月的12号 相差28天 OK 那这个到底他有没有去算到那个 精确到那个大月小月 你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因为这里面的话 可能实际上做做 试试看 那当然一样的问题 如果说我今天把后面这个日期 把它加大 比如说19好了 15号到19号 相差几天呢 4天 有没有 所以后面大的话 直接把后面这个数字 减前面这个数字 得到结果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有这样的概念之后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算那个什么 算这个底下的 那我希望将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人的生日是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要是完整的自串 那这个自串里面的话 就是你不能说 自己用手打的 而且我希望说 做完之后向下填满 一气呵成 通过完毕 怎么做 OK 请各位试试看 Dedif部分 画面先画给各位